联想S5发布会看脸会走 近日联想官方已经正式对外宣布将于3月20日召开新品发布会 今天联想官方微博再次发布了联想S5的倒计时海报 并提到了心机支持智慧美拍为用户带来全方位的精彩 近年来手机成像技术发展迅猛从200万到2000万 从单摄到双摄 再加上智能美颜技术不断优化 手机凭借着越来越好的成像和便捷性 成功的将数码相机送上了历史的车轮 作为国内老牌IT企业 联想多年来专注于手机功能的研发和创新 有深厚的技术积累 此次联想官微放出的海报可以看出 联想S5前置相机和后置双摄都支持智慧美拍 前后都精彩 如今我们对手机的拍照性能越来越看重 此番联想S5在拍照方面着实为用户来了不小的惊喜 除了高颜值智能美拍和优秀的虚化效果 这次联想S5或许还在此基础之上 拥有像素巨变 四颗像素可以智能组合为2.0微米的大像素颗粒 具有更强的感光度 拍出的照片更加清晰 而这一点从长程前段时间的微博当中也能得到印证 相机方面综合各方爆料消息联想S5 可能会采用前置1600万像素 后置双1700万像素上头组合 运行基于Android 8.0的ZUI操作系统 对拍照性能进行诸多方面的优化 感谢观看